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后台543 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红潮聚集 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红潮聚集的 艺术总监 音乐总监跟制作人都在现场 各位请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对 为什么今天表演艺术后台543 但要请到那个红潮聚集的这一个团队呢 是因为最近红潮聚集有一场音乐会叫做漫漫要上演了 那这是我们的艺术总监梁允锐 梁允锐他的十年的创作生涯故事是不是 对 可以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吗 我们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有做过一次 也是漫漫 然后那时候是用1930年左右的音乐 然后串着故事 想要让大家在疫情的时间 然后大家因为每天都被关在家里面嘛 很闷 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做 还有什么梦想还没有完成 也是我们就想要做一个音乐会 让大家可以到这个音乐会里面 然后我们的漫一个字是心部的漫 一个字是水部的漫 就想要让大家可以在听到音乐 听到故事的时候让你的生活慢下来 然后最后你的所有想要的事情都会像水一样慢慢的漫出来 好浪漫的感觉 然后这一次的第二次的漫漫是因为我从2012年开始创作 其实我在之前就一直默默都有在做一些创作 然后就想说刚好我从创作这十年的所有的音乐 然后所有的戏剧 然后把它集结成一个音乐会 然后就是这次的漫漫十年记事 然后就从音乐的怎么样去撰写这个音乐的故事开始 然后为出发 然后跟观众介绍这样子 然后走到走入我的脑袋里面我的故事这样子 真是超酷的耶 那个虽然我们今天有三位来宾 我一个一个访问好了我才不会乱掉 其实允锐 因为让我蛮惊讶的是当时我认识允锐的时候是在台义大 对允锐以前是我的课堂上的学生 可是戏剧系的学生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他会创作音乐 这个是不是很酷 因为可以告诉我就是 这中间是怎么样的变化吗 为什么会从一个戏剧人 跨足成那个音乐创作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之前常常都是会 跟他的录音机啊 然后就把我的声音录下来 然后以前可能谈恋爱啊 小情小爱的时候 就会把它抄 就笔记把它写下来这样子 然后可是一直都不好意思发表 不好意思这么做 直到后面开始遇到了 因为像身边就像小雨啦 遇到这些 之前还有小灰啦 然后Sean啦 这些音乐人 他们可以帮我把这些音乐写下来 然后开始慢慢的才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接着下来学吉他啦 很简单的吉他啦 然后就是慢慢的把这些旋律写下来 然后把它 他们帮我一起统整一下来 变成音乐小雨 哇 真的太棒了 那我们接下来访问一下 我们的音乐总监小雨 在这次的创作 这次的制作里面 你有遇到什么样的 值得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吗 分享过一些挑战啊 挑战 嗯 因为其实 嗯 我们在 这一次的音乐会整理出很多 允锐 过去十年的作品 然后 我开始加入红草这个团队 大概是从四年前参加的 嗯 但是 前面就有很多作品 可能就会比较 不这么熟悉 然后在这中间呢 呃 当然宇瑞的那些音乐创作 他有时候可能一些 和弦啊 或是他的音乐语法 嗯 其实跟一般的流行音乐 或是我们常听到的音乐军音乐 是 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对 他有很特别的旋律线 或是和弦 那我们就会要 需要从一些 过去的线索 线索 或是曾经表演的影片 我们再来找出他的一些和弦模式 或是他的真正的旋律线 诶 可是我不太懂诶 那个和弦不是你在做编曲的时候可以重做吗 对 可是就是那时候 就是我会试着想要还原 呃 比如说云瑞他之前几部戏的时候 他现场使用的一些编曲也好 或是他的氛围也好 因为我想要了解 在我担任音乐总监之前 过去帮云瑞补曲的 或编曲的人 他们的留下那些特别的和弦 或特别的模式 哦 那你这一次有在这里面更改吗 还是就真的就是还原 有一些是用还原 那当然有一些也会在跟云瑞讨论之后 就是我们也有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嗯 很有趣 那据说这次表演的场地 也是你开了 你真的很酷 各位 小雨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人 我上一次是在一个歌剧的制作里面 遇到小雨的 他是那一场歌剧 莫扎特的歌剧的音乐总监 所以他就是跨足很多的领域 结果那时候我发现 他居然是摩斯汉堡的 嗯 那时候是顾问 我之前在摩斯 八年左右的时间 我的妈 然后后来有担任行销建理 是不是 全能的都多些干啊 结果呢 这次演出场地是你开的是吧 微宅light salon 千鸟咖啡 是在西门町 万华那里 是是是 叛口接二段 对 好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你当初为什么会开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初其实就是我们有几个朋友讨论到 就是说现在其实疫情之后 整个艺文圈 其实在做大型的展演 其实是蛮有困难的 辛苦的 对 推票也很困难 推票 那我们就想说 想要有一个场地 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大 我们大概三四十个 做微博 很温馨 很温馨的场地 然后就可以让你是用很近距离 跟观众有接触的感觉 然后好像是一个 在家里 然后你把你自己的创作 或自己的表演 分享给朋友的感觉 哦 那很适合很多创作歌手来嘛 是是是 所以这是一种服务的一种初衷是吗 对 就是想要 哎 建造一个 属于小艺术人的 开始的地方 我是家的地方 对对 听起来就很温馨 我就迫不及待要去看 那制作人呢 这边我们刚刚讲到票房 推票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每一个剧团来讲 最大的挑战真的就是推票 那想要问问制作人 滋滋这一边 在这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或者是你试过一些 你知道现在我听说行销 是越来越困难了 以前脸书 各位那个我之前创业刚开始的时候 脸书五块钱美金 五块 你就可以 你的曝光率就很高 我现在一百块都还不见得 而且还很多机器人 所以我想要知道 滋滋这一次 有尝试过什么样的行销方式 其实我们一开始办这个音乐会的时候 就在想说就是 因为过往比如说我们看个演出 都觉得好看 那我们想要推荐给朋友 但是演出就直接这个礼拜 那下礼拜我们要去哪里看 就是就算你分享给别人 别人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的计划就是说 我们打算要做一年四个礼拜 一礼拜只演一次 就是希望让大家看过 想跟朋友分享 觉得有趣或者好看的话 可以再推荐给朋友来看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想说 因为过往我们的群众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follow剧团的 follow习惯看戏的人 所以我们这次就结合了四位嘉宾 我们邀请了就是 蕴桥 蕴桥之前参加过森林之王 然后也是创作型女歌手 对那他本身有在经营直播平台 然后蕴桥之前也是参加过 森林之王的参赛者这样 还有如学瑞跟阿洛 也都是蛮优秀的歌手 然后我们其实想要尝试 就是除了我们剧场的观众以外 我们是否可以吸引到 就是平常可能在听流行音乐的人 一起进来 然后因为我们是四个四场演出嘛 我们已经演过两场 然后其实在第一场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多 我们都没有看过的神面孔这样 然后就是蕴桥本身的 可能他经营的粉丝 或者有在看他直播的人 然后其实有一开始也会蛮紧张 说那他们一开始不习惯看剧场 会不会有一些觉得隔阂或是什么 但在这个实验下 因为这其实是一场实验 在这个实验下 就是我们其实结束之后 收到蛮多观众的回馈 他们是第一次接触戏剧 然后第一次听过我们 然后甚至他就也对我们 有蛮感动 就是被这些故事很打动 然后甚至会想要主动 帮我们分享这样子 所以就在这个实验下 就是也是算有一定的成功啦 太棒了 真的有希望把这个推出去 就是除了我们平常接触的观众这样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脸书的宣传上面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都没有在很认真的进行粉丝专业啦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也没有在做什么 就有演出的时候我们才会分享 然后就有发现 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给了很多吻 但是那些吻的触及率 如果同时都没有很高的话 那他可能之后我们再po吻 我们触及率就会一直降低 像我们很欢迎是不是脸书想要比我们买广告 但是 是 其实我有听很多的朋友在讲说 确实是一个他们脸书的策略 他们毕竟还是要有一个营运模式 确实是要逼你买广告 但是 对 但是就是 我就是带你去做一些功课啦 当然大家都希望 分享 正向的解决方法 就是变成说 那这样变成你每一篇的文的质量 必须得要提高 然后尤其是 我们就发现 比如说你转发 或是他帮你打广告 只有前两行会出现 所以你那前两行打什么 写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最好要把所有资讯浓缩在前两行 让大家可以一目瞭然就是你要做什么 有一次我就是上 就被上推出广告了 然后因为我前面都是 因为我不知道他只会出现前两行 我可能前面是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观众滑过去就 哈哈哈哈 真的啊 我的天啊 哦难怪 因为我以前 天哪 我现在听你这么说 我终于懂了 因为一直到前阵子 我都还很怕那种 帮我宣传的人啊 那什么磨浪剧场 或是什么 有一些 他们的宣传都很厉害 他们那个第一条出来 我就觉得说 你这个可不可以收敛一点 可是我后来发现 好像这样子不能收敛 他们真的很难收敛 可是他因为 但是他真的招生都每次都会招满 哦真的有效 所以是前两行 对前两行 各位各位听众 如果你有在经营的话 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资讯 我也是现在才学到的 那还有 你还试了其他的方式吗 我们目前就是 我们今年是开了新的IG 因为我们之前 IG 可能我们是都比较常在用脸书这样 对然后 年龄层比较 这只是你的年龄 应该是会用IG的吧 你这么年轻 我也不会用 然后但因为 就像姿子讲 我们之前做实验之前 其实我们都还是 跟一般一样都是印文宣 让大家去索取文宣 所以这次我们是 完全不用文宣 完全用网路上试看看 还有其实我发现现实动态 可以让人家看到的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改变了使用IG跟脸书的方式 就现实动态 其实更能让大家就是不经意的划过 因为它要是硬插在你两个现实动态的中间那一页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一定会看到 所以那个可以分享一下IG到底跟FB有什么不一样吗 老师透露出年龄 我透露出年龄 其实我每次 我IG的人都乱经营 我没再经营 我都乱po 就是想说偶尔po一下 要不然被我女儿取笑 我女儿的粉丝都比我多 IG 就是她 她的属性跟FB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脸书可能大家会比较重文字 因为你一开始划到的都是文字文字文字图 但是IG会是相当怪的 所以你的那张图一定要够吸引人 它才会继续点开来看里面的文字是什么 所以就是那一张图你要广告的话 那个图就是大大的 清楚的把你这一场演出是什么写清楚 对就辞讯都要就是写完 然后其他的字呢 旁边反正你点进去还是可以看得到吗 对 我都觉得我好像每次看IG都是看到图 然后我也不会去点那个字 不好意思我12点的时候吃饭它就会有闹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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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我吃饭了 太苦了 为什么你要吃饭时间要设闹钟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自律生活吗 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吗 就是168吧 你做168 然后12点吃饭 然后晚上6点的时候 然后就叫我说7点的时候叫我不要吃了 这样子 所以你168实行多久了 实行 也没有很久的大概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 因为从过年回来 你知道过年回家就是妈妈会养很好 那回来就觉得不行不行 那时候已经胖到73公斤了 然后最近已经有掉到66公斤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那个闹钟叫我吃饭 好酷哦 所以你就6点以后不吃 然后12点才能再吃 对12点再吃 然后但是中间你要喝咖啡 或是留职的东西都可以 留职都可以 有了我实行过一两个礼拜 然后我就放弃了 很辛苦哎 好哦 好的我们讲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很想要看 所以这一次的那个演出时间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我知道有两场已经过了 一个是3月19 一个是3月26 那接下来是4月2号跟9号 对大家过去的时间 就是没有办法来 真是好可惜 我们现在还有4月2号跟4月9号的时间 但当然大家4月2号的时间 因为清明扫墓嘛 大家去晒晒太阳回来应该很辛苦 那就来我们的围宅这里 喝个酒听个音乐 感觉应该蛮爽 多棒啊 你看对你看你去国家音乐厅 你还不能喝酒听音乐 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喝个酒 听听音乐多么享受 那地点呢就在千岛咖啡西门 在万华区的汉口街二段85号 我们要重置美味型男 美味型男 Oh my god 这就是允锐的成名作 可以讲一下这一次美味型男有什么样的跟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其实第一个不同是他在南村 然后我们会运用南村的这个空间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类似之前的讲堂 然后后来改成是一个书局的感觉 所以他的里面的空间结构蛮特别的 然后我们会希望可以使用里面的空间 然后来做演出 然后因为美味型男他其实有一段他是在节目现场嘛 对 还有东西可以吃哦 希望啊现在疫情时间 希望到时候还是可以给大家吃 对 就允锐会亲自下厨 也就是演员直接在上面煮东西给你吃 然后大家可以闻到味道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到现场的时候能够更贴近 然后更像在一个节目现场里面 然后来看这部戏 然后这次的音乐是由那个小雨 然后就是他会再帮我们一起重置这个音乐 重置音乐 对那说明一下那个音乐有什么不一样 你又做了些什么 我会做一些 因为这部戏毕竟是十年前左右 十年前 Oh my God 今年刚好是十周年 因为今年2022年 时间过得这么快 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受限于当时的一些音乐科技技术 等等的部分包含他的一些音效啊 或者他的音就是音响品质等等的 跟经费可能也有关系啊 对那这次我会有一些部分会把它进行重编曲 哦太棒了 然后在现场的演出 因为也因为这四年下来跟云瑞很多密集搭配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音乐上的交流还蛮深层的 默契要非常好 对 可是因为你们合作了几年了嘛 我相信默契一定很好 是 工作下来很开心吧 很开心 看你们真的一片和乐融融 太棒了 所以在音乐上可能我也会用我所学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跟人称合作 就是声乐伴奏的部分 嗯 那可能在这个背景就可以帮云瑞有更大层次的音乐张力表现 或者是前去的推进 好期待哦 那这制作人这边有没有什么 所以制作人这边这一次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要买票 还有后续要如何关注你们 那个IG就直接打红潮剧集吗 对 我们脸书跟IG都可以直接搜寻红潮剧集 红色的红潮水的草 然后戏剧的集集会的集这样 嗯 然后我们的演出资讯都会直接update在那上面 让我们可以敬请期待 嗯 好的好的 那我们期待红潮剧集接下去可以 为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真的 找个时间去放松一下 去享受一下音乐跟酒 还有音乐跟食物的美好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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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обще 请不吝点赞 收参 Heritage 感谢观看 参看一下